大家好 我是太一集团的邓迪 非常高兴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参加我们的全球元宇宙大会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是数字人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数字人的形象出现在元宇宙当中 我背后的话是一个赛博朋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而我本人的话是一个机械人的这种形式 我们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宇宙中间 其实他用到的这个技术的话有好几种 比如像我这种的话 我是通过动补设备将自己投射到元宇宙之中 那也有的话是说我们是通过AI通过人工智能 我们驱动的这个数字人来在元宇宙中间来跟你来进行互动 那未来的话在元宇宙中间 它既有真实存在的真人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这个数字人 那也有的话完完全全是由电脑由人工智能来驱动的数字人 那由人来操纵的这个数字人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人就称之为中之人 就是在数字人和这个真人之间我们有一个扮演者 那这个扮演者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样的中之人的这样一个存在 那在未来的话呢 中之人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职业群体 因为我们将来的话呢 会有太多的元宇宙中间的角色需要大家来去扮演 可能的话呢 我们不光是用来这个做直播 还是用来做电商的这个销售 还是用来做这个管家和助理 还是用来跟你来做这个教育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字人 他需要由真人来进行驱动 另一方面的话呢 也会有很多由人工智能来驱动的这个数字人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 他的这个技术已经进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由非常多的这些企业非常多的品牌 也都采用数字人的这个技术来为用户提供服务 我们经常现在呢 每天起床的时候 我们打开的就是各种APP 我们打开这个APP呢 来与他进行交互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去我们去进行操作 订票也好 我们去转转账也好 然后订房间也好 订餐也好 对吧 这是我们在Web 2.0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进行交互的一种方式 但是到了元宇宙中 这些可能都不再需要了 我们不需要每天再盯着手机了 在我们的身边会有一个数字人的管家 或者会有很多很多的数字人 他的这个仆从来我们来提供服务 可能我们专门有负责理财的这个数字人 我只需要用我的自然语言告诉他 请将我的资金 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理财方式 那他就会说 您好 我现在这里有ABCD各种的理财方式 我推荐您来使用这种存到 比方说招商银行或者存到工商银行的理财 这个账户中间可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回报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可能只需要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能够完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操作 那背后的话呢 是首先需要深度学习 学习我的这个消费习惯 学习我的这个使用习惯 学习我的理财习惯 另外一方面呢 他需要有大数据 对吧 通过大数据来收集和分析 究竟是哪种方式来进行理财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包括订机票也是一样 对吧 订机票的时候呢 我们现实中间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人 帮我们来打理各种这种助理啊 或者说秘书啊 对吧 帮我们来去订票 帮我们来去选择酒店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其实还不一定是最符合我们心意的这种方式 但在未来的话呢 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 因为大数据的这个出现 我的数字人会变得非常的懂我 他甚至知道我习惯上的话呢 我在飞机上定是要靠窗的座位 还是要靠走道的座位 但我在酒店的时候的话呢 我是喜欢这个住这个有烟的房间 还是无烟的房间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喜好 所有的这些偏好 他可以自动的帮我去进行学习和这个决策 那这个里面呢 其实就带来了大家所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数字人的隐私保护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需要有一个非常智能的这样一个管家 非常智能的一个数字人来为我提供服务 那么这些数据是否会被这些品牌方 或者被这些大的平台所窃取呢 那一旦窃取之后 那可能的话呢 我的个人隐私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给每个人提供一个私欲空间 在这个私欲空间之内 你的所有的这个数据 是由你个人来进行管理的 未来不管是你的数字人的形象也好 你的声音也好 你的生物的各种识别的这种记号也好 还是刚才我说的 你的各种个人的偏好也好 这些呢 必须要停留在你的私欲空间 那任何人想要访问你的私欲空间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都需要经过你的允许 并且这些数据呢 是不应该允许被直接给带出私欲空间的 这样每个人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私密和我们的隐私 那否则的话呢 就说我们在在外面进行这个商业活动的时候 进行谈判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好像是说我们的整体都被暴露在外 我们好像是被扒关了衣服一样 别人清楚的可以了解你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完全就是没有隐私的一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 所以我刚才我讲的一点呢 就是说数字人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需要建立起对于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这个数据体系的话呢 必须要由个人的私要来管理和进行控制 那未来的话呢 就会要应用到 刚才我说的包括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智能合约的技术 零知识证明的技术 等等等等这些技术 这个是现在数字人体系急需构建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说数字人的产业 现在还在一个发展的一个早期 所以呢 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家都是在一个摸索中间在前进 那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说 我可以做数字人 那我可以建数字人 我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来建数字人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发现呢 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做 重复的发明轮子和创造轮子的这样一个过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实际上是什么呢 都是没有进行标准化的 其实我比方说我现在要换一套衣服的话呢 我可能要换一个身躯 那如果说这是我公司自己开发的这个数字人这个体系 那我的所有的衣服 我所有的这些动作 那它的话呢 是可以在我的公司体系内部去进行通用的 但是出了我的公司 其他公司 对不起 你的衣服你要重新适配 你的骨骼你要重新适配 你的动作也要重新适配 所以现在在元宇宙的这个世界中间 最头疼的 它是重复制造轮子 重复创造轮子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在联合一些同业和同行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建立出来 元宇宙的数字人的相关的行业标准 这个标准的话呢 其实不是为了我们去去去做别的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让整个行业的成本可以降下来 比方说我的数字人的这个衣服 对吧 怎么样这个数字人的衣服如果是能够标准化 那我就能够像这个像黑客帝国里面一样 我想换什么衣服我就换什么衣服 我想换什么发型我就换什么发型 对吧 我想做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这个配饰 我就可以做什么样的配饰 这会催生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将会大到让人无法想象 但如果说像现在 我每做一个数字人可能就要 这个高精度的数字人 可能就要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对吧 每做一件衣服可能要十几二十天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呢 我想元宇宙它可能永远发展不起来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数字人他的生态要进行发展的话 他需要好好的去进行标准化 那第三个 我也是一个非常这个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明星和明人的这个数字人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的话呢 就是说很多明星和明人都在考虑说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这个形象 来进行一个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转化 好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转化完成了之后的这个数字人 他的这个产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商业模式 产生的所有的这些产权 究竟应该如何去离定他 现在在法律上的话呢 目前还缺乏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会不会出现说 将来有这个元宇宙中间的这个明星的经济公司 会不会出现说 如果说这个明星 他把自己分发了这个一百万份 如果说有人用明星的数字人 去做一些这个出格的事情 对吧 那明星本人会不会受到牵连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都有很多的法律问题 需要等待去进行厘清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就是说 数字人的这个产业 他可能即将爆发 但是他在爆发之前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 他需要来解决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将来在元宇宙中间 我们的这些数字人 当我们作为这个数字人出现在元宇宙中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在里面任意的选择我们的形象 任意选择我们所在的这个场景 也可以任意选择我们的这个视角 比如的话呢 我可以像现在这样 我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巨人的比例 在这个城市中间 我在行走 那也可以的话呢 我是变得非常非常的 像一只蚂蚁一样的一个渺小 那再以一个蚂蚁的这个视角 我来观看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城市 那同时的话呢 我也可以变身为一个忍者 变身为一只鸟 停留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所以呢 在元宇宙中间 我虽然还是我 但是我的形象 我的位置 我的所表现的这种状态 完完全全是可以由我随心所欲的 这个呢 就是素质人在元宇宙中间的一个魅力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的话呢 素质人他虽然面临着 这样的一些挑战 但是呢 我们相信的话呢 在未来围绕着素质人本身 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其实很多人觉得的话呢 我们说的这个素质人 就是上传一个用户的一个头像 然后我们呢 把一个用户 把他带到这个元宇宙中间去 形成一个虚拟角色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说的元宇宙素质人中间的 可能是第一步 就是创建你自己的形象 那现在国际上的话呢 有一个叫VRChat的这个游戏 它其实呢 也是一个非常贴近元宇宙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VRChat中间的话呢 人们就惊奇的发现 里面的用户大概花了 70%以上的时间 在镜子面前去打扮自己 去观察自己 去欣赏自己 其实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的话呢 我们可能看到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自己 但是到了元宇宙中间 我们忽然发现 我们可以变身为任何人 那这种心 这种喜悦 可能是很多人 他到元宇宙中间 他会第一时间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愉快感 那他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打扮自己 来表演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 在元宇宙社交中间 个人形象就会是他的是第一步 但是在有了个人形象之后的话呢 他还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 比方说他会说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会不会想要一个 时时刻刻可以陪伴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管家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助理 那在元宇宙中间的伴侣 他又会开辟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 可能有很多人他梦寐以求的 就是能够这个追逐自己的这个明星和偶像 那未来的话呢 就是在明星和偶像的这个数字分身 可能也会创造一个极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我可以把我喜欢的偶像 喜欢的明星 把它请到我的家里面来 对吧 和我一起吃饭 和我一起共进晚餐 和我一起看电影 然后解决我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 陪伴和需求的这个问题 它也会产生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市场 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线下的这个场景 那线下的很多的这些剧本杀也好 密室逃脱也好 他因为疫情的问题都无法开张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间 我们是需要进行交流和陪伴的 需要去进行这样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游戏的 那以后的话 这些剧本杀 这些密室逃脱 这些真人的这些互动 我们都可以把它搬到元宇宙中间来 这个的话呢 我们也是现在 我们太一集团也正在去推动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真正的话 将来我们能否在元宇宙中间 以数字人的形式永生 这个话题的话呢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对他非常的这个关心 包括像这个 现在世界顶级的这个富豪 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的所有的记忆 能够在元宇宙中间 它能够被保留下来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想可能是需要一个 刚才我说了 可能是需要一个 对我的个人的数据的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另外的话呢 需要有一个人工智能 持续的对我进行学习 那慢慢的这个人工智能 他可能第一 他可能就会变成我 因为他已经学习和了解到了 我的所有的经验和知识 另外一方面 我也可能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他特别的了解我 他知道我所有的这个数据 他可以创建一个我理想的伴侣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未来 我们在元宇宙中间 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当然也许有一天的话呢 我们的脑机接口足够发达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 整个的打包上传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在我们做到 能够将我们的整个的大脑意识 整体打包上传之前 那么我觉得呢 通过一个人工智能的形式 对我来进行深度学习 创建我的一个意识副本 这个仍然是非常有可能的 创造一个我理想的伴侣 这个也是完全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呢 我们觉得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时空中间 可能数字人 他仍然将会是一个 元宇宙的一个主旋律和这个核心 围绕数字人 他创造的 创建的这个元宇宙的产业 将会规模非常非常的巨大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来宾 以及线上的小伙伴 大家 中午好 非常感谢啊 已经过了12点 我们这个各位嘉宾 还能够留在这个大会现场 我尽量地来节约时间 其实呢 我相信各位来宾 已经眼花缭乱 刚才的我们各位老师呢 已经从各个维度 来给大家看了 他们非常精彩的一些 场景内容 那么我呢 就从另外一个维度 来给大家诠释一下 在一个非常火热的 元宇宙的时代 我们作为一家 新型的这个科技公司 我们如何来给元宇宙 来天章加瓦 那我带来的项目 这个报告的名字呢 叫国产的高性能 三位突袭引擎 来助推元宇宙的蓬勃发展 首先呢 我还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比较科技 比较科技呢 是一家 打造完全国产化的 高性能的三位突袭引擎 以及素组男生解决方案的 高性技术企业 我们技术研发的 始于2013年 我们从2013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打造 我们完全国产的 一定要超性能的 网页端的突袭引擎 那么我们在17年的 公司成立 17年9月份公司成立 然后呢成立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呢 已经深度应用在 目前泛工程行业的 很多素组男生领域 我们在去年呢 连续获得了两轮的 这个风险投资 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在10月份 我们会发布 黑洞三位突袭引擎的3.0 这个版本也是一个 划时代的 能够把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渲染效果 跟高性能 完全集中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在行业里 也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奖项 那至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那目前呢 我们的整个公司的 这个整体的组织架构 也是遍布全国 我们在三处有子公司 在雄安和成都 以及深圳的 都有办事处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啊 其实刚才呢 各位老师真的已经介绍了 这个场景的组织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大家呢 也都提到了这个元宇宙 来诠释了元宇宙的概念 但是我相信啊 任何一个人 其实对于元宇宙的理解 可能都不太一样 也许呢 也许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对元宇宙的理解 可能仅仅限于 头号玩家 但是其实刚才各位老师 也都提到了 是 元宇宙不至于是 它绝对不是 这个头号玩家 所表现的这样一个样子 就是我们元宇宙 应该表现的时代 那么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 我也就不往下放了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认为 现在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人 他所描述的元宇宙的场景 都是未来真正的元宇宙 我们假如把它比较成一个球体的话 我们现在所描述的场景 只是这个球体 在某一个维度的投影而已 它非常非常的精彩 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不管这个场景 我们是多不可描述 或者说描述的多元性 多么的丰富 我们认为呢 它总归有这样几点 是绕不开的 差不多六点 场景 就是刚才各位老师 已经提到了大量场景 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就是算法 算法呢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核心和偏底层的一些软件 算力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第四个就是通信 第五个是交互 第六个是规则 刚才大家都提到 元宇宙呢 有可能是我们的物理世界 去镜像的一个虚拟世界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比这个还要再丰富 也许在未来 在元宇宙的时代 我们在物理世界里面 所遵循的一些物理的规则 在虚拟场景里面 是不需要遵循的 我们完全可以去创造一些新的规则 从而来让我们的这个 整个元宇宙时代的结果 是可以去创造的 那么刚才所提到的第二点就是算法 那么算法呢 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一个非常核心底层的东西 未来我们元宇宙里面的所有的场景 我们都是要有个底层的这个在驱动 大家都理解 我们现在在 我们在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 我们都有一个操作系统 你的所有的APP 或者相应的这个软件 都是由这个操作系统 来提供足够的这个能力 来进行驱动 那么图形引擎 未来也必然是 元宇宙时代 一个非常底层的 这样一个核心的基础 刚才呢 各位老师所提到的很多场景呢 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它是基于一款游戏引擎来打造的 那么游戏引擎呢 其实呢 我这里要想印象 刚才我们这个黑镜科技的这个陈总啊 他提到技术的普惠 其实我们通常 大家提到游戏引擎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想到的是 我们要有一个高性能的电脑 或者是一个高配置的手机 我们才能够去非常流畅地 把一款游戏玩下来 或者说把一个场景把它落地下来 那么在这段情况下呢 其实这种硬件的要求 其实高度制约着 我们的技术的进步 或者说我们的场景的落地 那么我们丙江科技呢 作为一家新型的科技公司呢 创业公司 我们就是想从一个技术的角度 如何让我们把一些 非常底层的一些场景呢 能够让我们的用户 每一个客户 能够做到低成本的落地应用 那么在我们在这 我们也大概数理一下 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 图性引擎大概存在这些问题 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一一说了 那我想这些 我罗列这几点啊 各位嘉宾应该也都有感触 所以第三点呢 我来汇报一下 我们丙江科技 花了九年时间 研发的一个 完全自主的高性能的引擎 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目前的这个引擎呢 主要是用在整个 泛工程行业的 数据栏程领域 那我们可以把市面上 所有的三维的设计软件的数据 都做到无份的支持 而且相比较于游戏引擎呢 我们可以做到 至少一个数量级的性能提升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般情况下 我们某一个场景的模型数据 如果达到十个G 十个G的话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图形引擎 就会非常非常卡 那这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 如果各位嘉宾玩游戏的话 你们也有个体验 就是很多游戏呢 需要切换场景 那这个场景呢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就认为 它是在某一张地图下面 它所能够容纳的元素 是有上限的 一旦超过了这个上限 这个地图 它就会使得 你的玩家的体验 就非常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的卡顿 那么而我们的这个图形引擎 目前我们在雄安 一会儿会介绍到 我们在雄安智慧城市的 平台的这个界限当中 雄安的整体的数据 因为它本身是作为一个 高度智能化的这种 数据化的城市的建设 从开始的时候 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三维的模型 到现在已经在 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整体的三维数据 已经达到了四个TB 四个TB 而且呢 我们是用网页端 来打开这样一个 三维的场景 它依然可以做得很流畅 那么得益于我们团队呢 花了九年时间 打造了非常这个 核心的一些算法 我们使得我们的引擎呢 可以在应用场景里面 可以做到 几乎无上线的 无线承载能力 那这里呢 罗列的几个数字呢 是我们的用户呢 目前已经遇到了 比较大的这个数据 我把它罗列出来 它绝对不是我们的上线 除了在性能之外呢 我们还着重于 打造这个效果 因为呢 确实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 我们的码儿 这要跑还不需要吃草 那当然我是打一个比喻啊 很多情况下 当我们性能满足要求的时候 我们的用户往往就要求 你的藏心一定要好看 所以说我们也深度地 来理解 用户的这种需求 所以说我们在 打造性能的同时 我们还去研发了 很多辅助的系统 从地形植被 到渲染 到水纹 到阴影 到日照 这些辅助系统 我们都是在网页端 不需要去安装任何的软件 实时打开就可以 来看到的这些效果 那我这里一个简短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 我们在网页端打开之后 一个这个 游景的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光运 都是实时地渲染 包括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 日出和日落 所有的光运 都是实时地做的渲染 那经过测试呢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寿信技术人员 我们有一个 我们用的这个电脑 基本上都是 四千多块钱的 华为的这个笔记本 是没有任何的独立显卡 但是依然可以跑 非常流畅地来跑一个 大型的三维的这个场景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 辅助效果之后呢 像我们这里有这个 我们把整个 上海城市的 三维的数据 以及呢 我们这种 一个大海的这个数据呢 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 网页端 来给客户 来做相应的这个呈现 那除了性能跟效果呢 目前我们对 行业的 已知的这个数据格式 都支持得非常地丰富 那目前 我们商业的 商业的这个 三维的设计软件 我们通过两种格式 一种的是 数据插进来进行转换 那我们的引擎叫黑洞 那黑洞呢 就是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引擎啊 能够有无限的 这种驱动能力 大家都对这个 对这个 如果对这个 宇宙相关的学科表 了解了都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 星系的中心 都有一个黑洞 在驱动着 整个星系的运转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黑洞引擎啊 能有着能力 能够驱动着 整个元宇宙的 这样一个运转 刚才提到了 我们这个 所有的场景呢 都是在网页端 那么其实不止网页端 我们在2.0时候呢 做了跨平台 我们在所有的手机 这个pad 或者是我们的 其他的等等的 这个电脑 你只要能打开网页 就能看到 这个非常逼真的 这些三维的数据 那接下来呢 我有几个这个案例 来跟各位教育 进行分享 在去年 这个5月份 在从密岛里 有一个花博会 这个上海惩判的 这个理事件的 花博博浪会 在这个项目上 从开始的 这个三维的设计决策 到整个施工过程 到后期的 这个运营维度管理 那都是基于 我们黑洞引擎的 这个1.0 来进行打造的 这样一个场景 那这里呢 是我们跟一家央企 来打造的 如东的一个 海上的一个分电厂 这个分电厂呢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 数字化移交系统 我们的甲方呢 可以置于这样一套 虚拟的数字移交系统呢 来跟它的现实的 智能物联的数据 来进行集成 然后呢 以上帝视角的形式 来掌控任何一台 这个分车 它的实时的 硬性的状况 包括呢 它历史的维修的记录 等等 来进行 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包括呢 我们的机场 目前呢 这个南京路口机场的 一个新的 韩藏楼的整体的 设备的运营维护的管理 就是基于我们的 这样一个产品 来打造的 一个数字化的 运营维护的 这样一套平台 另外呢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武汉 联合一家企业 打造了一个 这个文物 这个保护的 这样一个 一个管控平台 当时的这个场景呢 是一个 这个文物的建筑呢 要平移30米 在平移的功能当中 我们施工单位呢 在里面去集成了 很多传感器 那么来监测 相关的这个 重要的这些设施 是在平移的功能当中 有没有一些变形 另外呢 我们刚才提到雄庵 在雄庵的这个 自尾层的平台 建设里面呢 我们黑洞呢 提供了一个 非常底层的能力 那整体 目前来说呢 这个雄庵管理会 对我们的整个 整体的这个 性能跟效果呢 还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高 他也是推荐了 我们两次啊 在去年跟今年 连续的推荐的 这个央视呢 来报道了我们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 那这里呢 是我们这个雄庵 建设的这个平台 运行的情况 因为雄庵的项目呢 还属于社民项目 所以说呢 我们在视频上呢 做了一些这种 低分辨的一些处理 另外呢 我们现在这个 楼宇的运营维护啊 以前啊 我们都是靠 人工进行询检 说实话呢 它的一个是成本 无法预测 第二个呢 整体的效率 是非常低下 那么基于三维的场景呢 我们来做 智能化的 楼宇的管控 那这样子的 性能跟效率 包括你的成本的可预测 我们可以做到 非常精细化的 这种成本的管控 那这里展示呢 是一台精细的设备呢 我们对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信息呢 来进行管控 它的产家的信息 包括历史的维护信息 包括呢 未来我们在什么时间点 有可能会存在 什么的问题 那都在系统里面 可以来进行 这个精准的掌控 包括它的所有的 相关的零部件的 这个问题的标记 以及呢 后续呢 我们要安排 相应的这个专业人 来进行维护 包括维护的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对 后台的这个 备品备件库 来进行这个集成 包括呢 某一台设备 有了这个报警 马上我们可以 把整个场景虚拟化 来及时地来呈现 我们所发生这个 问题的这样一个设备 设备的情况 那这是后面呢 我们跟整个 派工单的系统呢 来进行来集成 那目前呢 我们这个产品呢 也是在这个 全国的大量的 这个罗宇当中呢 来进行了 这个上线的应用 各位嘉宾 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跟 普通建筑规划院 打造的这个 数字灵港的 这样一个管理系统 这个数字灵港呢 各位嘉宾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 我们的很多 用游戏引擎 来打造这样一个 大场景的时候呢 它的每一个建筑呢 只是一个体块 一个长方体 或者某一个立方体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的甲方呢 是要求呢 需要把这个场景里面 每个楼域里面的 任何一个设备 一个管线 都要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未来 你要它要加入到 整个的智慧管理里面去 所以说呢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能力 作为国产的 这样一个超线的引擎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 来支撑着 我们临港的这个 这个管理会 能够把这个整个 相当于一个 区域级的 城市级的数据 能够做一个 高避震的这种呈现 那各位嘉宾看到 这里的所有的 有颜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设备 跟管线 那这样一个 高级层的 这样一套数据库呢 就能够支撑着 我们的甲方的 基于一套 结构化的这种 数据的梳理 包括一些逻辑 来进行相关的 这个数据的挖掘 和你的 精细化的业务的管理 好了 今天因为实验关系呢 我没办法介绍太多 如果呢 各位嘉宾有兴趣呢 可以来 扫一下我们的 这个公众号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我们也希望啊 能够作为一家 完全国产的 这个图形已经的 这个专业企业 能够支撑着我们 国产化的 原宇宙的这个落地 好的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还有这个 线上同步收看 直播的 各位这个观众啊 大家上午好 这个非常高兴啊 能够 呃 站在这个 上海科技会堂啊 这么一个 庄重的一个 一个 场所啊 来 和大家一块来讨论啊 探讨 元宇宙的一个发展啊 这个非常高兴啊 我呢 因为经常来上海啊 过去 那么但是这次呢 是 大概 呃 半年了啊 年初来 啊 半年 因为 我们集团在上海 啊 有有有我们的分支机构啊 还有一些客户伙伴 来到过去来的是比较多的啊 但这次呢 时隔半年 啊 再次来到上海啊 看到这个 呃 又是一副 欣欣向荣的一个 一个景象啊 也是非常感慨 因为经过了这个疫情啊 呃 也在这儿呢 也非常这个 希望啊 能够上海 作为这么一个 中国经济的一排头兵啊 继续能够在 现在这个形势下啊 提振经济 拉动 推动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 那么还要那个在这个正式演讲之前呢 还要这个感谢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 由现象的这个直播团队啊 263的直播团队 在为大家做同步的直播啊 他们也非常辛苦啊 啊 这个再次表示这个感谢啊 呃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李玉杰啊 263 呃 集团的这个 啊 CEO啊 呃 我呢 整个职业生涯 跟互联网有很大的关系啊 二十多年的这个工作 基本上是在互联网里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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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实践啊 我也非常希望啊 欢迎大家能够 啊 跟我在线下 或者是啊 做一些互动啊 有一些联系方式 那么共同来探讨 中国的互联网 数字经济啊 以及 元宇宙的发展啊 那么说到这个 元宇宙呢 就不得不提啊 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 因为元宇宙并不是一个 呃 凭空的概念啊 它有它的这个 前身来世啊 那么 呃 元宇宙的这个 出现 其实在去年 我们 啊 通过各种 呃 这个这个报纸啊 媒体啊 等等 网上的一些 这个呃 宣传啊 炙手可用 但是啊 旧期发展来说 跟互联网 确实有着很大的一个渊源啊 那么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呢 因为大家都经过了 我们 其实我们啊 包括国家的这个经济啊 高度发展啊 这二三十年 其实跟互联网的推动 有着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关系啊 过去我们讲 叫互联网经济啊 互联网思维啊 其实到现在来看呢 它依然是啊 起作用 甚至会推动互联 呃 一个样子的一个 一个流浪器啊 从那个时候开启了啊 我们和互联网的亲密接触 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啊 人和信息之间的这个沟通和连接被打开了啊 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 开始接触了这个互联网啊 呃 导致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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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这个工作生涯啊 跟互联网 发生了比较这个这个深的关系啊 也就是整个投身到互联网的这个事业领域去啊 那么到了这个07年实际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呢 到07年又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 就是苹果公司啊 呃 发布了这个 iPhone啊 这个就是触摸屏的智能手机啊 这个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事件啊 那自始之后呢 互联网的这个流量 互联网的这个啊 就一发不可收拾啊 呃 在这个阶段里其实最大的解决了一个随时随地啊 这个信息的获取 而且是作为一个互动的这个形式 它解决了线上线下的一个啊 这个这个同步的一个一个一个工作啊 特别是像类似于电商啊 类似于这种啊 呃 这种交易型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故的发生啊 它极大的促进了互联网的生活化啊 它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啊 呃 直到这个去年啊 这个呃 Facebook呢 把这个自己的名字改成这个Meta了啊 据说 可能这个 还是对他们的事实有一些拉动啊 不过最后好像要要回来一点啊 啊 所以说 改名是个小事啊 但它确实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啊 时代 我们叫元宇宙的时代 啊 那么虚实融合 虚实共生的一个大幕啊 啊 就此 就打开了啊 啊 那么在呃 呃 元宇宙的一个时代 里面首先我们要说 我元宇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们还下一个定义啊 刚才这个几位专家老师也都讲了啊 就在我的意向里边来说 或者在我的这个这个观点来说呢 哈 元宇宙啊 那它确实是一个啊 存在的啊 和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平行的一个啊 世界啊 那在这个世界里边 其实啊 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看到的东西 它都会以一种虚拟的形式去呈现 啊 那么这个场景 如果大家把它形象化 具象化一下 那游戏就是可以去啊 从最早过去我们的大富翁啊 到现在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王者荣耀等等啊 你看到那个游戏的场景 其实未来我们的生活啊 很多就会出现了一个 首先是真实世界的一个 在虚拟世界的一个孪生的镜像啊 那进而会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啊 原生的虚拟世界啊 一些游戏的人物 一些虚拟的场景的出现啊 那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还要进行互动 那最后成为一个互相交互 融会贯通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就是整个元宇宙的一个定义啊 所以说在元宇宙里边 那么它也会按照我们当今的一个信息啊 一个规及的维度啊 大概也就是有人啊 那么还有所有的这个物件啊 最后呢还有它的一个发生关系的一个场地啊 那么人货场的一个布局在元宇宙的一个世界里边 依然是一个啊存在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在我们真实世界里 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文明史啊 我们会有衣食住行啊 我们会买东西 我们会生产 我们会交易 有物流 我们还会欣赏艺术 刚才那个 这个 我们那个管局领导讲的这个歌剧啊 那么这么一些形式在元宇宙里边 它依然会存在 那怎么存在 这确实是一个课题 坦率讲我认为直到现在 我们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 不同的这个呃维度去探索或进入啊 元宇宙的一个呃时间点 就在这个时间点里边 我们真的是可能没有办法去啊 以以管溃报 能够得到元宇宙整个的一个感冒 那么我想在这里边啊 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去让这些人或场 在元宇宙中产生连接 怎么能够在连接虚拟世界跟物理世界 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和元宇宙之间的桥梁是什么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观点 什么样的视角 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元宇宙 啊这可能是我们当前要探索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啊所以说 说到连接呢 那这263呢是一家做连接的公司啊 因为我们从整个呃 17年啊我们创立啊 97年创立对不起 就上世纪9090年代创立到现在 我们其实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啊 从最早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播号能够上网 能够去做一个连接啊 到后来 呃这个音视频啊 特别是音视频 副媒体的这个出现啊 让我们的这个媒体形式更加丰富啊 呃清晰度更高啊 也就是我们逐渐的在逼近沉浸感啊 啊地延时和媒体多元化 那么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的连接更及时 延时很少 比如现在我们同物进行的直播啊 据我所知 它只有这个叫秒开啊 毫秒级的延时啊 那么还有我们的媒体的形式啊 音视频啊 这个4K高清啊 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经过VR的一些处理 让它更具备沉浸感 当具备了这些连接的基础要素和基础的特质 以及质量保证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看啊 我们是不是进入到一个元宇宙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从技术角度来说 其实啊 很大程度 坦率讲 现在确实啊 它是一个由虚拟世界到真实世界的一个映射啊 我们很多的东西是来自于物理世界的一个孪生啊 那么在这上面来说呢 我们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建模的手段啊 特别是3D建模的一些工具啊 那在工业和医疗 包括建模啊 包括我们这个影像啊 有很多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场景啊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一个 由虚拟的仿真的 这些数字人的出现 他可以在文旅啊 包括这个营销活动 大量的去替代这个啊 真实的这个人物 其实这点大家不要小看啊 过去这种技术呢 实际上啊 在电视台 包括一些媒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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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业 其实是啊 常见的啊 但是 这个价格 成本非常高 制作周期非常长啊 也就导致了 它的普及和个性化的使用 有很大的麻烦啊 但是现在非常的容易啊 我们可以有啊 大量的这种啊 技术和工具 投入到这个啊 这个领域 让我们在这种舞台搭建 虚拟的这种场景啊 包括后期的这个合成啊 包括这个这个技术的处理啊 都非常的容易啊 让它真正具有了一个生命力 那我相信它在 呃 我们比如我们现在看的会展啊 比如我们现在数字文旅的行业 都会会啊 大显身手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啊 人工智能技术 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啊 工业社会啊 到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 到下一步的所谓数字时代 啊 人工智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那包括讲来的这个 可能我们很多的自动化基础上 会加入啊 人工的智能啊 这个里面包括讲来的城市治理啊 所谓我们整个的智慧城市的啊 一个一个发展和管理和运营啊 都会有很大的场景啊 因此说啊 元宇宙的场景真的是 大家可以啊 打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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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空间啊 去畅想一下未来的这个一个元宇宙的世界啊 那么回到企业元宇宙啊 因为我们是一家做2B啊 做这个这个企业啊 呃 云服务的一个一个公司啊 我们还看看啊 今天我们在站在企业角度 那么有哪些元宇宙的场景啊 有哪些元宇宙的技术 我们可以使用 能够帮助到企业的这个啊 生产和这个销售过程中啊 那么首先看一看 这边啊 数字乱生的这个场景呢 实际上确实是一个啊 目前用的比较多了啊 无论是在这个啊 这个模拟这个工业环境 还是我们现在一些啊 虚拟场馆的一些这个流程化的一些搭建上啊 这个语音很大的使用的场景啊 呃 第二个呢 就是数字人啊 数字人作为一个啊 发展和推动的一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呃 这个呃 变化 他会在品牌推广啊 在营销活动中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啊 再有呢 就是这个VR啊 的这个技术啊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实体的一个 虚拟的一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实体机器人啊 机器人 由元宇宙 由虚拟啊 世界向实体世界的反哺 以及动作 那这个机器人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 所以说呢 在市场需求上 我们现在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啊 需要有新型的 虚拟场景的营销啊 支撑 这是企业 特别 特别是在那 有一些生产过剩的角度上来说 怎么能搞好企业营销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 另外的话 在生产过程中 也需要有这个互动的形式啊 那我就 这个不再这个呃 赘述了啊 啊 那么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啊 这么一种需求形式下 那么看一看 263啊 作为一家 在互联网通讯啊 做了这么二十多年的一个摸索啊 深耕的一个企业 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啊 ERTC啊 就实时的音视频 加上这个VR啊 加上数字人啊 加虚拟数字人 这么一个 solution啊 我们把它叫做263啊 3D虚拟直播的 这个解决方案啊 那这解决方案里边 其实呢 有这么啊 三大块的一个 这个这个布局啊 首先呢 我们会有一个基于啊 这个实时音视频 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 啊 它是物理世界啊 的一个音视频的一个采集 处理的一个核心 同时也是向虚拟世界 传送这个数字啊 音响信号的一个源泉啊 就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这个有 呃 太空探索的这个飞船 到了这个空间 那我们怎么能够去传送信息啊 把地球的信息反馈上去啊 那把火星的 空间的图像传回来啊 这是一个图像处理的引擎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3D虚拟的 这个呃 处理引擎啊 这是叫我们一个云线人中心啊 在这个中心里边 我们会进行虚拟空间的构建 以及虚实映射的一个对比 那第三层 呃 第二层呢 就是一个网络啊 在网络的质量保证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低延时很大程度 是靠网络技术的保证啊 那最后就前端的VR AR的处理啊 这个呃 VR虚拟的交互技术啊 也是互联网 也是这个原宇宙发展的一个 必备的一个要素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 这三个层面的这个呃 打造啊 为企业提供一个啊 进入企业原宇宙的啊 一个这个解决方案啊 所以说 呃 有了这个解决方案的保证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 虚拟现实的一个连接啊 把3D虚拟场景和现实的 这个场景进行映射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 那现在在啊 金融啊 包括这个医疗啊 文旅还有其他产业 都在大量的使用啊 我们也希望这个能服务到 我们这个这个企业的客户啊 呃 那再简单看一下我们几个场景 这是在啊 一个这个啊 呃 我数字文旅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查文化的一个 一个宣传片啊 在这里边你看到 在虚拟场景中啊 实际上我们真实的 这个人物形象啊 会出现在这一个 场景里面去啊 那这个本身其实啊 那我想强调的就是 它的制作啊 完成 包括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封装啊 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到啊 非常的简单易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纯虚的一个啊 环境啊 在这个虚拟环境之下呢 好多的这个东西都是虚构出来的啊 那你有你的替身 有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想法 那么在这里边可以进行一个交互啊 虚拟的这个交互啊 那么第三个呢 是呃 一个真实的场景啊 这基本上是跟我们现在 现场直播的场景差不多啊 但是在这个场景里边呢 我们可以进行啊 虚拟的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交互啊 比如说你看上面那个数字奖杯啊 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奖杯啊 飞到这个过程中 整个在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 虚拟融合的这么一个场景啊 那所以说通过上面的三个场景来说呢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真的已经是啊 能够去啊 在这个各行业里边去使用了啊 我希望呃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用一下啊 试用一下 那么最后呢 这个我们啊 这个二十顿集团的 推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数字人 在这儿呢 用简短的时间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也是希望这个能给大家带来一丝的清凉啊 嗨大家好 我是数字人云小朵 担任263品牌推荐官 很高兴在全球元宇宙大会现场和大家见面 日后 我主要担任大会活动的主持人 还会兼职做AI讲师 AI主播 AI客服等 总之会频繁出现在各类元宇宙场景中 我也会不断点亮技能数的 期待与大家的再次 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简短的视频呢 实际上是一个由一个数字人啊 他的这个是由AI去驱动的 他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表情 因为比较短 也只是做一个展示啊 那么希望呢 这个我们这个叫云小朵啊 能够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啊 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啊 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探索 共同奋斗尽快开启真正的元宇宙大门 好 谢谢大家 尊敬的线上线下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各位业界的同仁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全球元宇宙大会 跟各位一起分享 开普云在元宇宙的探索与实践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风险 首先 我们来谈谈对元宇宙的理解 有人说 元宇宙是各种新型技术集合的数字空间 也有人说 元宇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还有人说 元宇宙是互联网发展的新的阶段 与现实世界映射和交互的虚拟世界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这个元宇宙 这么火呢 那我也做了一个思考 我在想 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 不断地在探索我们 对于生成空间的这种延展 那一个方向实际上是指向我们的物理空间 那就是我们对太空的这个开发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对我们数字空间的一个创造 然后叠加到我们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里面来 那根据各种的技术的集合和演变 最终就指向了元宇宙 所以我们讲元宇宙是把现实照进虚拟 并在虚拟世界中体验 甚至生活 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无限创造 进而影响现实世界的一个生产过程 那我们认为元宇宙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虚实融合 第二个是人机共生 第三个是时空拓展 那为什么开普云要去我们进行战略升级 进行元宇宙的战略升级呢 首先我介绍一下开普云 开普云是一家在政务领域 深耕了二十多年的科创版上市企业 昨天我在新书发布的时候也提到了 我们在政务信息化的 以流程优化的1.0阶段走过了 然后我们又走过了 以数据协同和连接协作的2.0阶段 现在我们进入了 我们叫人数协同虚实共生的3.0阶段 那这个阶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还要快 那我们就在思考 如果我们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 戴上我们的VR眼镜 沉浸地在获取一些新闻资讯 沉浸地购物 沉浸地去云游的时候 那我们的政府是不是 服务和监管都会延展到那里 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要用沉浸式的互动性的场景化的方式 和技术助力政府 在未来能够实现更便捷的政务服务 更贴心地政策解读和更实时地互动交流 以及更高效地监测监管和更智慧地辅助决策 所以我们在思考并定义 以及我们跟清华大学一起形成的一本专注 就是我们的政务元宇宙这本专注 那我们定义什么是政务元宇宙呢 政务元宇宙是现实世界 与数字空间虚实共生的 政府治理的新模式和新体系 我们讲元宇宙是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 那么政务元宇宙是 数字政府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政务元宇宙 我们认为有五大构成要素 第一个是交互与数字人 是政务元宇宙的媒介要素 第二个是数据融合与治理 是政务元宇宙的资源要素 第三个是政务的业务和应用 是政务元宇宙的内容要素 第四个是虚实空间和场景 是政务元宇宙的时空要素 第五个是新型的设施与装备 是政务元宇宙的技术要素 那我们接下来展开了 讲一下我们的媒介要素 也就是我们的数字人 我们讲数字人之所以这么重要 是因为它是元宇宙的一个交互载体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元宇宙来临的时候 其实带来了组织交互方式的一种变革 那我们交互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是如何降低相互的理解成本 或者说是对关键信息的学习成本 我们来看看 就是传统的这种人工服务 是能够与服务对象形成直接的互动 也能够准确地补捉需求 形成有效的对话 但是呢是会受到一些主观情绪 包括办事经验的一些制约 从而影响办事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那我们进入到了这种传统的数字服务的时候 能够通过标准的知识库梳理 减少甚至取消对人工的使用 但是在针对性方面和用户体验上面 还存在着不足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数字人出现了 数字人的服务能够减少人工的同时呢 能够增加有效的对话 构建更高质量的 更有温度的一些数字互动 能够降低办事服务的门槛 和政府机构的人工运营成本 我们根据数字人的能力的三个阶段 把数字人分为了 播报型的数字人和互动型的数字人 以及服务型的数字人 播报型的数字人 可以进行文化的宣传 新闻的播报 政策的解读 以及手语的播报 那互动型的数字人 可以做在线的咨询 对话访谈 包括知识问答 以及热线服务 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我们出现了服务型数字人的时候 那可以随叫随到 主动感知 及时提醒 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 就像我们那个 流浪地球里面的MOS一样 我们开普语音呢 也推出了 数字人的智能内容 生成语运营平台 通过3D建模 语意的理解 智能的推荐 语音的合成 形象的驱动 和智能化的引擎 打造能听会说 会想 会交互的数字人 实现语音交互 智能问答 情绪理解 等多个层次的功能 同时围绕着数字人 在细分场景中的应用 高效的定制 2D的 3D的 和高写实的虚拟数字人 帮助用户 从形象设计 到内容生产 到服务定制 到资产管理的 全过程 数字人生成运营服务 下面我们看 我们的一些案例 我们今年跟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 签订了一个 战略合作协议 打造了一个 元宇宙类的 技术联创中心 同时我们也运营了 新华社的首个 虚拟偶像 也是全球首个数字人 奥林匹克公益 宣传大使 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 刚刚那个 Migu的那个老总 也放了 这个是我们在 冬奥期间 这个热爱和 谷爱林的那个 分身 一起合作的一个节目 大家好 我是热爱 国社首个虚拟网红 全球首个数字人 奥林匹克公益 宣传大使 欢迎来到 新华社 奥林匹克数字星球 在这里 我将用数字技术 带领大家 见证冰雪文化 共同开启 冬奥冰雪之旅 这个是我们在深圳的光明区 打造的一个数字发言人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光明区政府门户网站 数字发言人 关于光明正邦办政务服务改革工作方案 解读如下 近日 光明区人民政府根据招拍挂产业用地 拿地及开工措施汇报会议纪要 深光伟办公祭 202167号要求制定光明正邦办政务服务 这个是我们的数字人的政策解读 这是给江西省做的一个政务公开解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西省人民政府数字发言人 近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22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今年的政务公开工作重点是什么 有哪些新思路 新举措 重点公开什么信息 哪些政策要提高公开质量 哪些任务要完成 下面我将带领大家一一解读 聚焦双一 大家好 我们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数字治理方向的老师 这个是北京大学今年的一个招生宣传的数字人 欢迎大家关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数字治理方向 当前在大数据 区块链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西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我们正迎来智能化的时代 未来政府将会面对数据权利 网络安全 智慧城市 舆情治理等诸多全新政策领域的治理问题 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宜居 交通更 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政务咨询的一个交互数字人 您好 欢迎使用开普云政务咨询助手 您可以向我咨询 关于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的问题 您可以这样问我 接种疫苗有哪些禁忌 2022年放下安排 社保卡如何补办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 都是基于我们的生成和运营平台 可以快速地通过一张照片 通过一些图片 就能生成这样的一个数字人 和一些数字人的解读和播报的这样的场景 同时也能够通过我们的预知知识库 能够实现我们的数字人的这种交互与互动 那开普云呢 在整个元宇宙的探索过程中 我们 不仅跟清华大学打造了这本 政务元宇宙这个书 我们想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上 描绘元宇宙时代的数字政府的一个基本构架 实现路径和新的愿景 也想探索从供给侧 助力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为推动政府在元宇宙的实践上面 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参考 那技术层面 我们现在正在追求 我们如何能够快速的低成本的高逼真的来建模 如何能够基于内容的自然的这种驱动和问答指引的高质量的交互 现在呢已经在三十多个政府机关 已经有我们落地的场景和应用 同时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政务数字人的白皮书 正在制定我们政务数字人的这个标准 我们开普云从深耕元宇宙到元宇宙加文旅 金融 教育 医疗 能源 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 推进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 激发元宇宙的相关产业创新合力 愿意与各位业界同仁一起 共同奔赴元宇宙的星辰大海 谢谢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 技术普惠以工具平民化 试图为大家讲述一下我心目中的这个元宇宙的现实路径 之所以这样开场呢 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发展史 或者是人类的文明史 总体来说我认为人类文明史呢 其实就是一部先进技术的普惠史 从我们造纸树的诞生 带来了这个文明的传播 到这个野铁工艺 促进了农业文明的这个高速发展 到蒸汽机带来了人流物流 现代商业的人流物流 到后面电子计算机技术 带来了我们今天现场所看到的一切 其实它背后的逻辑 都是先进技术 普惠 穿透了它的这个技术边界 到达全社会 带来了社会级的变化 从而才形成了这个文明的更迭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块 SIMOS芯片 大家现在手头 每一部手机里面 都有一块这样的芯片 当然不是现在这种傻大黑出的样子了 是非常精致的 但其实从本质上看 是这样一块古老的简陋的芯片 带动了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与视频时代的到来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传感器内容时代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传感器内容时代 且我们意识到传感器内容时代 已经迎来了它的巅峰 我们每天都在刷抖音 美国人在刷TikTok 更早一点 美国人在用Instagram 更早一点 我们在手机上替代相机拍照 再早一点 到1839年 我的那第一块感光器 不叫芯片 感光器材的诞生 我们足足用了将近200年 完成了一个技术普惠 我们足足用了超过50年 完成了这个将电子摄影 从电子成像 从实验室走到每个人手上的过程 这个技术普惠的过程听起来很漫长 但其实放在刚才我们的整个大背景下看 你会发现它是在加速的 我们早期从造纸 到后面野铁 到后面产生电子计算机 都是以千年万年为单位在进展 但现在是百年 那么再往下看呢 我们发现技术的进展还在加速 在下一个时代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这是什么 这是大家应该 有些人应该很熟 这就是苹果的M1芯片 M1 chip 这个芯片里面我们仔细看 它集成了CPU 集成了GPU 集成了神经网络芯片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原先分离在各处的芯片 被集成到一个地方 芯片现在可以干很多 原来很多设备 组合在一起才能干的事情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新的时代呢 我把它称之为叫 处理器内容时代 它的特征是什么 在上一个时代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 我们的大部分的内容 是来自于传感器的 来自于摄像头 模组 来自于麦克风 因为它们的诞生 所以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 或者如果我们假设提出一个指标 叫 叫这个 龙基比 那你就发现现在很显然 视频占用了大量的存储 占用了大量的带宽 那么我们很有信心的说 在往后呢 由于处理器 能够无中生有的创造 很多很多的内容 它比起用摄像头去采集内容 它的效率要高更多 它的产能要高更多 它的可能性要高更多 而这就是我称之为 处理器内容时代 那么处理器内容时代的到达 来临的是无可阻挡了 大家现在都会看到 有AIGC 有这个生成技术 看到了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从GPT3到GPT到图片的 视频的转化等等 这些呢 其实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正在从上一个 传感器内容时代 往下一个处理器内容时代 迁移 或者叫迁徙 而这个迁徙的终点 我把它称之为 或者说我们就是所谓的元宇宙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仔细往下思考 元宇宙肯定不会只是 一个单点技术的体现 它应该是个全局性的 技术变革的总成 一个总体的状态 转化 一个相变 但是呢 它背后一定会有一些 关键技术 那我们来看 有哪一些技术 在将来会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呢 根本性的作用呢 在这里 我们刚才有很多的 这个就是前面的嘉宾 谈到了web3 谈到了可能 区块链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有很多种 分析的角度 从流通的角度 从信息流通的角度来看 可信计算 价值计算 它肯定是必要的 为什么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我分析问题的框架 一切要围绕着商业来思考 离开商业模式 离开商业循环 离开经济系统 再谈任何技术 在我看来都是耍流氓 谈任何应用 其实都是不落地的 那么从流通的角度来看呢 商业上要求 你的流通是可信的 要求你的流通过程中 价值是可被计算的 因此呢 区块链技术 显然是一个必要的技术 但为什么 在器块链技术刚开始的时候 它没找到场景呢 它为什么有了器块链技术 就不能成为新一代互联网呢 等一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再举个例子 从纯属角度来看 我们刚才提到 处理器内容的这个体量 总量 一定是传感器内容的 量级的超越 一个量级 两个量级 三个量级 甚至都有可能 因为原来我们这些内容的产生 是基于现有的这个时空 你要拍一段 现在我这个演讲的视频 那就必须我真人在这 时间在流逝 空间在这 你能采集到的数量级 就是这么多 字节总数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现在是交给 处理器计算 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它产生的内容总量 会是几何级数的提升 那么显然存储就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么抽象角度来看 我们也会认为存储技术很重要 但有了区块链技术 有了类似这样存储技术 有了算法等等 就一定能够形成这个根本性的推动技术吗 我认为不是的 所以我会去观察核心的点 从根本上说 处理器内容时代 我们要观察的是源头的生产环节 在生产环节的技术普惠 才是推动这一切的源头 也就是 如果你有很好的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但是你在之上 其实并没有信息的流动和交易产生 并没有充分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易 要求改变基础设施 要求改变现在的中心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凭什么它能够落地呢 所以源头要先解决 包括存储也一样 你现在就算是有了海量的存储 又怎么样呢 已经够用了呀 所以我们会看到 真正技术普惠的核心点 是在内容或者叫信息的生产环节 那这里面有两张图 左边一个就是 大家应该最近有看到NVIDIA的 一些概念视频 站在这 落干个相机一拍 把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维形象重建了 很神奇 以前可能都要建模 现在仿佛不用了 相机一拍就有了 这个是人工智能 用的是神经辐射厂技术 它记忆还是最近这十年内的 这个神经网络的发展 我们叫它AI 右边是现在 大家比如说玩一些主流的好游戏 说你开了光追没 你这个手机上能支持光追了 光追指的是光线追踪 这是计算机图形学技术 这个技术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 其实是没有停止过的 它是一直在这个影视领域 在游戏领域持续地往前走 它就像一个军火一样 它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它用于一些暴力的行业 或者用于一些这个专属的行业 它还没有走向我们的这个普罗大众 同样的我们现在看到了 AI和计算机图形学 都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它能做很多神奇的事情的 那么这两个事情加起来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它就能产生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 做AI的和做图形学的 其实是两拨人 因为它用的方法论 用的工具 用的这个学术框架 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AI和图形学的结合 正在大踏步往前走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两张图都是在处理光线 NERF处理光线的方式 是用神经辐射场 光追处理光线的方式 是用数写加物理的公式印算 这两个将来会不会融合呢 我相信会融合 融合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把原来图形学非常昂贵的 非常困难的 只有少数人够使用的 这种现状打破 变成普罗大众也能用的东西 这就是我所说的技术普惠 那么我们找到了一条脉络 看到了技术普惠 也觉得仿佛破在眉睫的事情要发生了 它就在眼前了吗 首先我要分享我几个观点 我们在座的或者是在媒体 或者在圈内在谈原宇宙的时候 通常都绕不过雪崩 这个metaverse这个词的源头 通常会去谈论头号玩家这部电影 但是原宇宙真的是一款大一统的游戏吗 如果原宇宙是一款大一统的游戏 我特别想问一下 我经常反问自己 那过去三十年我们干什么去了 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开发游戏吗 我们难道不是已经有同时在线 这个百万千万级的这个产品的吗 为什么它不是原宇宙呢 核心的问题在于 刚才我提到是商业 比如说做一款游戏 我们会去思考说 是你的游戏同时在线人数不够吗 是你的这个技术储备不够吗 我觉得这些核心都不是问题 而是游戏这种商业模式 它能够容纳的体量就是这么大 游戏这种产品形态 它能够带来的这个体量 或者叫做这个总体复杂度 应用复杂度就是这么高 那你怎么可能把它称之为原宇宙呢 所以这是一个迷思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全球在创业的公司 会试图上来我要做一个原宇宙公寓 这个公寓的概念指的是 它们类比的 我觉得类比的其实就是互联网的 这个平台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 为什么 本质上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呢 游戏引擎 本质上你用的解决方案 还是传统 已经在商业上被验证了 有其上限的解决方案 你在解决什么问题 从我们商业模式角度来看 你问题背后代表的价值是什么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含糊的 甚至是自欺欺人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于 因为技术普惠的程度 还没有到临界点 就好比说 如果大家都在用傻瓜相机 凭什么今天会有TikTok 因为技术普惠 还只是在傻瓜相机这个层面上 只有到了人手一击的时候 技术普惠突破了那个临界点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来临 视频化时代的来临 所以我会认为 相对于冷静来说 就是路其实还很远 先进技术普惠会是一切的前提 那么接下去我想分享 就是我对技术普惠的一些观察 首先我认为技术普惠也是分阶段的 还是用刚才我们的例子来分享 来做一些类比 从早期的专业相机 CMOS芯片到CCT芯片到 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长枪短炮 到后面的傻瓜相机 我们好像看到了这个技术普惠的一个 越迁 但是我会把它称之为 还是在早期阶段 只有到了后面 这些芯片 安装到每一部手机之上之后 它才成为这个成熟阶段 所以在技术普惠的早期标准 我会判定为是说 这些技术 能够替专业人士解决问题 让专业人士去服务普通人 这是早期的技术普惠 那么技术普惠的成熟期 或者晚期的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技术应该能够直接服务于普通人 并为普通人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 那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的很多项目 你就会发现 其实可能在这一点上 大家并没有想得足够的清楚 有些技术远远还没有到 能够服务普通人的阶段 我们就不应该去设想 我用它来服务普通人 因为如果这样做 好比是你在傻瓜相机的时代 你要去做一个TikTok 做一个抖音 那么在早期阶段 我们应该做早期阶段 合适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 你能够服务好这个专业人士 那你是远远 就是已经有非常好的机会 去做好你的这个 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 我称之为叫原宇宙现实 我们还处于技术普会的早期阶段 既然是个早期的阶段 我们就应该要采用一些现实的路径 用AICG这个技术 去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呢 降本真效 拉新创收 永远都离不开这四八个字 所以我认为 原宇宙的现实路径呢 其实不是在探讨商业模式 不是在探讨技术落地 不是在探讨技术路径 是在思考我现有的技术 成熟的技术 即将成熟的技术 能否降本真效 能否拉新创收 任何这四点 任何一点 能够做到十倍 或者百倍的提升 那这件事情就是落地的 那么你往前走的这一步 就是扎实的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 我们黑镜科技 在这个方面的 这些具体落地的 一些成果 首先我们黑镜 长期来 长期以来都在 致力于数字领域的研究 这个数字领域的研究呢 跟我们的一贯的 这个理念是一致的 要求普惠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只为少数人提供服务 我们不会去尝试踏入电影 影视这个已经发展了30年的这个领域 我们不会去尝试做出一个特别吸引人 眼球然而没有商业模式 或者说无法成为普惠级商业模式的技术 所以我们的技术有几个特点 九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记忆照片生成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衔接上现有的图片和视频时代 衔接上现在大家已有的设备 我们不需要你去用专业人士的专业软件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 或者一台电脑 第二个我们会注重极低成本 因为所有要求普惠的核心就是低成本 低门槛 第三个我们支持多种风格 为什么呢 因为需求是多样的 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客户会需要什么样的风格 你需要超写实吗 为什么 他就是需要 不要问为什么 你需要卡通吗 为什么 也不要问什么 他就需要卡通 因为这个世界的商业场景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多种风格去支持 第四个呢 我们是通用驱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数字能不能 只能在你的某个领域能够被用 出了这个领域就不能用了 好比说你发个抖音发完 要再发个抖音 你还得请个工作室 再做一个花个几十万 再做一段视频 这不合理 甚至说我这个已经做出流量来了 我想让它在某个地方带我去做一些事情 结果你发现要换个引擎 这不合理 所以在驱动层面上 我们必须是通用的 第五个呢 资产必须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你的一套资产的生产成本是非常贵的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 我们的数字资产的生产成本都无法迅速下降 所以资产的复用性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第六呢 你的所有的驱动接口 你的所有的数据标准化接口 必须是通用的 你不能自己今天说这个A 明天说那个B 那对不起 你跨出了你的孤岛 你进不到别的岛屿 必须有通用接口作为桥梁 第七呢 你必须是前平台支持的 你要放到IOS上可以 你要放到安卓上可以 你要放到Windows 放到Linux 放到Mac上 你都应该能够可以 否则你的这个资产 就是无法跨出你的这个边界 第八呢 我们都知道 接下去的互联网时代 一定是云元生时代 所以你还不能够只是说 我能够把你现有的设备支持好 你应该让用户打开浏览器 就能够使用 它必须是云元生的 第九就是同样的 你除了云元生之外 云元生的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云计算的费用很高 所以你还得有辅助的解决方案 你必须能够在web上实现 这些3D的技术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PPT有点变形了 我本来文字在上面了 接下来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数字人的多种风格 这个呢 就是超写时的数字人 他也是基于照片生成的 围着你拍一张照片 得到这样的超写时数字人 这个呢 是我们称之为迪士尼风格的数字人 同样你给我一张照片 我把你变成迪士尼风格的这个形象 所以迪士尼风格 当然我们都知道经过艺术加工的 那么原先你要得到这个数字人 你是要经过美术 落干个流程 落干个人 落干个软件 带着相应的专业认知 你才能得到的 但现在有了AI 我们用了transformer 用了这个 那个风格传输 用了这个三维重建技术 我们一秒钟就可以生成一个 迪士尼风格的数字人 我们还有这种 我们称之为叫半写时的数字人 为什么呢 因为用户有时候是需要更低成本的 就像最左边是多张照片 最右边是一张照片 他其实得到的这个数字人呢 就是说极低成本 成本低到什么呢 理论上 我们作为 抛开商业模式来看 他就是只有算力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AICG的普惠 技术普惠的成果 我们的这技术的普惠呢 除了有这个技术的这种成果之外 我们还得想办法 让它 让真正让所有人都能用上 这才能完成普惠的使命 所以我们推出了 黑镜的数字人家计划 我们希望全球企业 都能够因为黑镜的数字人家企业 而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适合自己的场景 适合自己的需求的 数字人的这个落地场景解决方案 他们只要使用我们的 比如说云原生的数字人服务 那你使用我们的API 就够了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SDK 安卓 IOS的SDK 那么你的APP中 现在就可以随时的 接入我们前面的数字人服务 这个数字人服务不会只是重建 包括资产 动作 驱动 AI驱动 等等所有的完整打包 你如果是想在桌面端做 那不管你是PC Mac 还是Linux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SDK 你的桌面应用程序 从此也拥有了数字人能力 如果你不需要这些 你自己有3D的开发团队 那OK 你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3D重建API 你就把这个建模这个过程 我一键帮你完成了 那你只要毫秒级 就可以得到自己的 这个数字人的服务 我们如果你的应用场景是网页 是小程序 是web端 那么你可以使用的网页版的数字人SDK 你可以甚至做到只要在你的网站中嵌入一行代码 你就可以完成一个数字人的网站改造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接下来要讲的 我们还有一个MetaMaker 这个工具本身我们甚至把API也暴露出来了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往下说 也就是说技术普惠如果停留在开发者的层面上 我们认为还是不够的 所以技术普惠的进一步推动 就来自于我们要提供一个工具 把我们这些能力打包成一个产品 我们开发出了一个工具叫MetaMakerStudio 这个MetaMakerStudio的使命就是 让没有开发能力的人 没有开发能力的企业客户 也可以使用上AICG的这个技术 今天我们召开94个专业和方向的课程体系评审会 是我们课程建设大会站这一课程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 也是进一步推进我们本科专业内含建设的重要抓手 期待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同仁 给我们多提问题多提建议 帮助我们助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基建 现场会多么热烈 我将在这里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就把主持话筒 教回我的现实分身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吕晓鑫教授 期待和大家下次再见 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传统上 要得到这样一段内容 其实你要设计领域从建模开始 到为它制作服饰 到为它创建动作 到为它配音 到为它创建整个场景 编辑内容 再加上镜头等等 其实它所需要的时间 所消耗的专业岗位 所需要的流程是非常漫长的 它的工时应该是在百小时以上 甚至更长 但是在我们这Mentamaker Studio 工具的加持下 它变成了分钟级的事物 所以Mentamaker Studio 它的使命就是把原来的工作室 交到你的手上 你不再需要去外面请工作室了 你不再需要去把事情外包出去了 你不再需要花上几十万 去做一个数字人 然后再花个几十万 去做相应的后续的内容生成 一切就在我们这平台上 使用键盘鼠标 登录个账号 打开浏览器 登录个账号 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数字人 就如同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位吕老师一样 他给我一张照片 我生成他的迪士尼风格的数字人 他要说的话 我把它变成口型驱动 变成动作 变成整个完整的内容输出 而这一切变成了一站式的 这个工具我们的目标 就是用工具的方 产品的方式 完成技术普惠 汇集全球的创作者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前面的技术普惠 是汇集全球开发者 那这个工具 它是汇集全球的maker 我们已经实现的 这个成果就是 一百倍的简单 一百倍的省钱 一百倍的高效 那么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这个Metamaker Studio 它还在持续迭代 我们每周都来迭代 我们的这个新功能和新技术 作为黑镜呢 我们的心态就是 如同我前面说的一样 我们开放 合作 我们服务行业 因为 综合前面提到了整个 我们自己的理念来看 我们认为这是一条 很漫长的道路 我们的工具 可能现在1.0 2.0 我们可能要像Photoshop一样 发展到20.0 30.0 每个版本都会跟着新的技术在迭代 每个版本都会跟着新的市场需求在迭代 道足且长 但行则将至 这个是我跟大家想要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心体会 以上的这个认知里面呢 其实我还有一些相应的 今天会议时间没有展开的 我在一篇关于 Metaverse的未来洞察这个文章中 有提到更多的关于元宇宙的思考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它的名字叫 《通往未来之路》 在这个文章中 我介绍了其实是 从互联网早期 一直到未来 我们到底可能经历过多少个必要的 已经经历过多少个变迁 可能经历过多少变迁 我们在中间会有遇到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另外一篇呢 是关于元宇宙的一个泼冷水的文章 叫《元宇宙漫游指南》 我提出了一些观察的角度 欢迎大家来探讨 这是达利的一个人类之子的卡通版的雕像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看清眼前的苹果 不要看太远 也不要闭着眼 只要能看清眼前的苹果 我们就是能做到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谢谢大家 有业界的同仁们聊了平台 业人聊了一些上业上的这个想法 那么我会聊一些特别具体的事情 就是说 孪生数字人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一些应用的探索 也是抛砖引玉吧 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沟通 具体来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画像 那么我们的用户之中 有76%是男性 然后绝大部分生活在一二三线城市 他们的爱好就是看一些范财经 有所谓的炒股和炒基金的一些人群 他们的用户量还是比较大的 平均来看有1.3亿的月活 但是会特别出乎意料的一点 就是说他们每天平均看的这个财经资讯的量呢 是30篇以上 有说呢 并不是小红书上的美女们 或者说是知乎上面 B站上面的这个爱好文字 或者爱好视频的人 刷的内容是最多 从平均来看 范财经类人群 就是这1.3亿的范财经类人群 才是内容消耗的主要的用户群体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增长 就是原来在看一些图文 财经资讯的用户 逐渐开始向短视频平台去转化 那么呢可以说去年 抖音范财经视频 短视频的播放量 有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增长率达到了261% 这是到去年年底的数据 我们估计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和全世界经济波动的原因 这个数字呢 今年的增长量 也会有超过100%的一个增长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用数字人 去服务我们这样的一个 范财经的用户群体 大家可以看到啊 传统的数字人 其实分了四个领域 就是电商直播 客户服务 虚拟偶像以及数字员工 刚才上台的诸位友商们 大家可以看到 演示了包括客服 偶像 员工 以电商在内的种种应用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仅仅用这些内容 是不足以去服务 我们的范财经的用户 因为你会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凭什么相信 你所提供的内容 对它是有价值的 对它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一个 自带IP的虚拟数字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自己的签约数字人 郎教授 那我们自己除了签了 郎贤明教授之外 我们还签了一些头部的 这个财经大V 包括 就是洪荣 叫洪荣老师 就是原来大智慧的总经理 证券知识的董事长 还有包括现在一些抖音 上面的头部的这个财经大V 目前都是我们自己的签约 签约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数字人 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服务型的数字人 但是他就会自带着一个现实世界中的身份 大家可以看到啊 对于财经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签的 就是洪荣老师 就是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比较专业性的财经资讯类的服务 所以对他们来说 我们如何能够去满足他们的信任 解决解决他们自己的信任门槛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当解决了核心问题之后 他才会去相信你能够提供的财经内容 财经资讯是有价值的 或者对他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跟他付的对应的费用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用洪老师一开始做的一些测试 当时我们大概做了不到十个视频 但我们在各个平台投放之后 我们会发现 就是用户基本是难以发现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用数字人来生成的 就是对用户来说 他其实是分不清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平台上面就有了 拥有了一个巨大的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这些财经大V们 去做一些数字轮升的数字分身 能够把他们原来只能服务一小撮用户的能力 去服务千百万更多的用户群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带有现实 轮升IP的数字人 就是数字人大IP吧 然后用我们后台的输入了一些 对应的财经内容 生产出对应的数字人财经视频内容 海量的数字人财经视频内容 然后通过各个渠道来分发 最后能实现一个平台上的拉新促活 以及经济化运营 最终实现一个效率的增长和用户的增长 大家也这么说 如果像原来的洪老师 他自己要排一段这个战上海的 讲新闻财经的视频 他可能要经过两到三天的准备 然后最后拍摄出来这个视频的时间长度 可能也不长 就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数字的能力 他可能生产 他用两到三天时间就可以生产 二三十段 甚至过百段的这样的视频 会比他原来的这样的生产效率 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那么他可能还会去根据不同的 这个财经类板块 比如说是像基金 比如说是像其他的一些 就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今天的股价等等等 然后生产不同的一些 数字人财经的内容 发送给对应的用户 对他来说是生产效率的一个巨大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后台 就只需要在后台对应的输入文本 即可以快速高效的生产数字人财经视频 在传统上 比如说一个公司发了自己的财报 上市公司发自己的财报 一般来说到第二天的时候 市场上才能看到一些关于这个财报的解读 或者一些分析 那我们现在通过爬虫 还有一些自然语言处理 能够实现当这个财报被公开发放之后 然后会在二十分钟之内 会把这个财报自动的爬到之后 自动的生成这个对应的这个视频内容 并且发送给有需求的用户 可以说是生产效率是一个明显巨大的提升 这说一下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自己本身也是 除了这个数字人生产能力之外 也本身是也是有一些 投雇运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 那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未来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去发展 第一个呢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财经数字人的MCN机构 这可能也是第一个 行业里第一个 就是要做一个数字人MCN机构的 我们最主要还是通过我们自己数字人的生产能力 以及内容运营能力 去帮助这些有内容 有IP 有牌照 但是缺乏精细化运营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 帮他们去做一些行业里的深耕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数字人的一些生产能力 去服务一些高净值用户 也就是所谓传统那个私人银行里面的600万以上的净值用户 比如像郎老师专门为你讲课 为你个人专门讲课 去生产一些专业的视频和专业的数字化内容 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一个数字人的应用者 就是跟前面那些数字人的那些平台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的 我们其实并没有谈到元宇宙那么高大上 或者说是一些行业向的前瞻 但是作为一个具体在金融行业里面的应用者 我真是觉得就是数字人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 以及帮助我们的老师们提供一个比较深入的价值 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有机会进入深一步沟通 谢谢大家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是深圳大学本源科技的孟建民 首先祝贺2022全球元宇宙大会的顺利召开 建筑的未来性一直是我专注的科研方向 而元宇宙技术的诞生将为未来城市建设 带来无限的可能 元宇宙是大数据分析 数字完成和全新显示等技术发展背景下 对数字空间的一次拓展 是继人工智能之后对人们生活和城市运营模式又一次变革 元宇宙的精准模拟物理运行空间的同时 创造人在数字空间中的原生体验 探索人全新的参与方式与社交形态 通过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建构 虚拟世界的相互映射与反馈 数字化思维的更新与融入 元宇宙逐渐在城市各方面深度扩散与应用 以足够提高城市智慧运行的整体效能 元宇宙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密不可分 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 探索建设数字完成城市 深圳市也在开展相应的试点项目 利用城市数据构建城市数字轮升体 加快数字轮升城市的打造 目前数字轮升技术已成为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 数字轮升城市叠加了人的轮升 通过与人的连接打造出精准动态 多方共同参与持续存在的虚拟城市 为实现的城市智慧治理探索提供了 可操作性的路径 元宇宙赋能城市科学规划与建设运营 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可预先在元宇宙中打造城市 邀请市民进行虚拟生活 感知城市运营状态 灵活预言规划效果 进行方案政策的研判 优化和选择 并推演规划建设和政策实施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城市问题 给各方面提供全方位的参考 逐步实现复杂而动态变化的城市部署 在元宇宙世界中 多元化的城市主体 能从不同角度参与到城市运营的各个环节 帮助城市完善和自适应优化 实现机器智能与人的智慧高度协同 为实现世界的城市智慧治理 提供精确而且有现实意义的实验数据 智慧从事同元宇宙的结合是必然趋势 元宇宙的本质是全面深度的数字化 为人类未来的城市想象提供了一条逐步实现的探索之路 我建议依托不断成长壮大的元宇宙技术 推进元宇宙技术的场景应用 在基于元宇宙技术的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发力 加快元宇宙技术的内容创造和终端场景的应用开发 打造以元宇宙服务应用的先行城市 推动智慧城市继续向前演进 激发元宇宙带给城市和人的无限想象 最后再次祝贺 2022全球元宇宙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